大灣區買樓 鬼城 貨不對板 辣米樓 我審美年會和你拆解大灣區買樓的十大陷阱 和未來的投資前景 中文字幕 維大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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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坐 發生了小脆話 你不問我來這裡做甚麼 你為何突然過來這裡 九點多 八點鐘開車 在珠海來到這裡 這裡我來玩過 你不認得嗎 很開心 你也認得很厲害 他還沒睡醒 這裡就是我們上次來的 順德華僑城 那邊是整個順德華僑城 上次去那邊玩的 來到這裡怎樣呢 來到這裡呢 新盤 有新盤 今天開幕 有洋版房看 鄭虛興 鄭虛興 肯定第一手拍洋版房 因為上次我們來這個順德華僑城 玩完之後 很多觀眾我問 沈先生 胡平有沒有盤 你知道 看我的頻道好像是一個套餐來的 除了玩啊吃 當然要看樓 當然要看樓 反過來 人家就是看樓 有沒有那些 有甚麼吃有甚麼吃 你反過來 沒錯 那套餐沒有 沒有樓盤 沒有樓盤 即是吃完主菜 沒有油沒有咖啡奶茶 對嗎 今天來到這裡 拍這個新樓盤 是順德的 在華僑城對面 我聽說是看著華僑城 也不錯 而且在這裡 他說是最高級的住宅 看看是甚麼 是廣場 好嗎 就快要開幕了 帶大家談話看看 看看現在內地的開幕 有些盛放的偉大 還有沒有小型 用飛機來玩 對 玩飛機 玩飛機 待會可不可以坐一下 但不可以坐 只坐 只坐 好 我們先去看看熱鬧情況 我知道一會兒 一開樣板房 我聽說有600人來看樓 600人來看樓 應該就進不了了 我現在就打尖 找了容哥 帥仔 立即失去時間 立即你介紹這個項目 所有東西給我聽好嗎 好 我立即進去 你也介紹一下你們新希望 因為我們香港觀眾 新希望 真的不太熟 但我知道你是超大的公司 各位觀眾 全香港第一個YouTuber 介紹新希望 因為這個品牌 在大陸是很大的 但我們香港真的不懂 好 那就是要靠容公主 你來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新希望集團 在八二年成立 首先是由我們劉永浩先生發起創立 OK 所以我們全國是連續十八年 民列中國企業的五百強次 五百強 OK 因為你們接下來 會見到我們 會有幾個產業鏈 在這裏 我記得有些東西 我日常生活都會見到 買到吃到 沒錯 首先最簡單的一件事 首先是肉蛋奶 這三件事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們首先 新希望這個集團 我們是全國第一 全國第一 全球第二 全球第二 沒錯 這是治療商供應商禮 OK 然後肉蛋奶 就是我們全國最大的供應商禮 OK 我看到這個號碼 什麼意思是上市 沒錯 這是上市號碼 什麼時候 大概幾年前 深圳上市 沒錯 深圳上市 沒錯 深圳上市 因為我們自小商一邊 是用新希望綠和 綠和 沒錯 然後到第二個 就是智慧城鄉 還有化工資源 以後金融投資 地產民旅 裕品快銷 生態環保 醫療健康 這些產業為主 這八大產業為主 八大產業 沒錯 一個組合為主 即是你們的集團 不單單只發展房地產 其實有其他民生很多東西都有發展 沒錯 沒錯 這個好 夠貼身 如果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看 基本上我們從82年開始創業 從82年開始創業 第一家的私業 有一家文營企業 從92年開始 沒錯 接著接下來到95年 我們是中國私企第一位 沒錯 然後到96年我們是成立民生 民生銀行在你地界內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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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下來我們就組建了 97年就組建了新希望 然後98年就成功 醉入了我們的房地產市 然後到99年我們已經跨國國外 已經是向國外發展 再大力發展 因為接著下來我們 01年我們是醉入雨製品的行業 因為在豬二寧峰會上來說 我們基本上是定制產品 是的 接著下來我們03年 我們國家還在龍頭企業 因為我們在這段時間裏來說 好像國安期間各方面 我們劉永厚先生都坐在第二排的 春潮滾滾搭車在上面 是的 接著下來就是農務業上市 我們這一年來 是的 接著下來就是14年16年 我們新網銀行 新網銀行 沒錯 這個是重點 就是亞利 亞利和一些 最主要是亞利合作的 好的 是的 然後我們來講 後面就是劉永厚先生 18年獲得改革先鋒 接著下來我們異業是在上市 一九年再上市 沒錯 厲害 然後2020年我們1月份 同時跟雷神三合房 雷神三合來講 是用了10天時間 打造排污水系統 排污水系統 接著助力疫情 只是介紹公司歷史 都十分鐘 都已經是一條歷史線了 是 接著我們基本上 你可以在九九年 我們已經走出國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全球板法來講 你好像歐洲、亞洲、非洲 非洲和歐洲是沒有的 暫時來說 現在主要大力發展 就是位於亞洲這個板法為主 沒錯 沒錯 接著你看到我們的主型地產板法 是北京、青島、成都、上海、廣州 以及現在 黃東、佛沙 這個要告訴觀眾 三間A股上市公司 沒錯 一年的收入 是1600億收入 不是現在 這是19年 現在暫時未計到2020年 因為還未到年尾 1600億收入 19年是1600億 1600億 1600億 然後我們全球員工是破10萬人 10萬人 沒錯 全球的國家是30多個 然後全球分公司有600個以上 沒錯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新希望來講的 在1998年六大重要產業版塊之一 我們首先希望是精緻綠色為主的市場 半年要秉承兩筆讓 品質不為成本讓步 品質不為進度讓步 這兩筆讓步 沒錯 驅動全產業鏈的穩健方向成長 接下來就是我們三日多庭 全產業鏈的發展戰略 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整個版法來講 我們有文化旅遊 運動健康 特色產業 醫療產業 酒店產業 接著新希望的物業產業 住宅商業 寫字樓 長租公園 總部工業園 還有現代農業 這些 不過我看完你這句口號 兩不一樣 品質不為成本讓步 品質不為進度 即是速度 沒錯 我立刻想起發展商的名字 不過不說 不說 我想起發展商的名字 是反過來的 你明白我想說 有些發展商最重要是快 最重要是成本低 我賣便宜點 賣快點 就是反過來走 OK 好 繼續 因為都講講 我們在整個房地產市場 一個排名 因為你可以看到 中國房地綜合實力是39名 然後品牌價值是29名 中國產品品牌是第10名 然後我們中國房地產最佳僱主企業 第50名 所以我們相信我們的公司是最好的 嘩 有銀行 大佬 說笑 所以你可以接下來看到 我們一些四大高端品牌的產品系列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天系 錦麟系 是 城都 溫州 唐州 最出名的是成都 D10天府 溫州 立體性 黑鎮柱1號 因為這兩個是最 最出名的 這些賣光 也有在售 也有在售 沒錯 也有在售 好漂亮 我鄉下 這是其他區域的 蘇州 好啊 我遲些回鄉下 要去看看 很帥 很帥 整架飛機 好 看看你的沙盆 再看看我們的區域 和沙盆 大概說一說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這邊區域 說區域 先說區域 因為順德 我好像第一次介紹順德項目 上次天鵝堡沒有 天鵝堡沒有 天鵝堡沒有 我和你進去問而已 是 麻煩你說說區域 因為我們新興 用錦觀半島 我們就在德勝版塊 德勝新城版塊 OK 但是很重要 我的觀眾 每個人都不認識 華僑城 在這裏 就是對面 就是河對面 中間有一條河 沒錯 因為最主要 我們有三條高速的環圈 你們的盤子 就看到華僑城 沒錯 因為我們項目 基本上這裏 一河之隔 不會隔得很遠 OK 一條貴半海大橋 就可以跨過去 我們這裏 這個板塊 就叫做都沒有板塊為主 南城水族片區 那算不算是一線河境 是 一線河境 前面不能蓋東西 沒有了 這個板塊就沒有了 你可以看到前面 這個是賓河景觀 對 是一個六道 一個六道公園 在各個河 然後就華僑城 沒錯 沒錯 然後你看到這個 南城水族片區 來說 我們有的是什麼呢 是歡樂海岸pass 還有未來會建成的純德塔 純德塔 沒錯 未來都會再建成的 就是體育中心 純德體育中心 OK 所以這個整體的一個板塊 是一個旅遊 商務板塊 然後各方各面的一個旅遊板塊 我看到有一個貴半海大橋 因為這個橋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住這裏 慢慢就經這條橋過去 沒錯 遠不遠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有一定的距離 OK 大概多遠 因為具體的話 當時市政規劃 就跟我們大概說 差不多一公里左右 一公里左右 一公里不遠 沒錯 走公園走過去 是啊 一公里左右 如果這個河北海岸要多久 如果這個河北岸 因為說真的一句 如果我們走一些山路 一些地方 就是入村裡面過去的話 這麼快的 10分鐘就可以到 10分鐘就可以到 OK 不過我最重要是看 我每天有去找個山車 如果你說真的要駕車去的話 講一句 你就5到8分鐘就搞定 5到8分鐘就搞定 但是主要 這裡一到星期六天 一條之隔 一到星期六天 你就很麻煩 這裡就很麻煩 那這條河 本身已經有一條橋 兩條橋 是啊 沒錯 你看到 這條有蘇光大橋 然後這條桂半海水閘 這些位置 這些已經開了 沒錯 這兩條蘇光大橋 和桂半海水閘 這些橋已經開了 然後連通五沙 然後五沙 就直接過去用桂等地 我想問這個區屬於什麼區 屬於在順德的新區 舊區 順德的大樑 德聖新區 新區 沒錯 我最喜歡新區 新區未來發展 沒錯 這樣才能賺錢升值 沒錯 我想你講講那個 因為我看到有地鐵 還有有城軌 是嗎 沒錯 OK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的綁珠城軌 這條線 因為基本上來說 我們 這條已經開通了 是這條已經開通了 OK 我們最近的站 我們順德學院站 是順德學院站 沒錯 我們這條學院站 其實我們今早 是可以坐輕位過來的 是嗎 沒錯 學站過來多遠 從我們的學院站過來 都是十分鐘 十分鐘 近了 沒錯 接著下來 我們現在在建設 這條佛山地鐵三號線 這個重要 沒錯 沒錯 已經是動工 未來一兩年 就會出來 這條線 如果地鐵線 慢慢通車 你們的項目 很近有一個站 德勝站 我們最近的站 在哪個站 都是在順德學院站 即地鐵開通了 其實應該都是順德 不是德勝站 沒錯 因為我這樣看圖 就以為 因為你現在看到 這條地鐵線 十三號線 這條是規劃中的地鐵線 規劃的 沒錯 這條暫時 建成的時間 暫時是待定的 OK 即使你有具體批評 是有幾十分鐘 但你這個站 是不是近一點 如果這個真的做的話 按照遠近來說 德勝新城站 這個是來我們的行為 是最近的 肯定 所以我沒有看錯 因為最主要這個站 不要緊 這是規劃的 大家有個希望 不要緊 你不用怕 我不用擔心 各位觀眾 說得很清楚 我們不會亂說 這個是規劃中 大家明白甚麼是規劃 即是我的人生會規劃 是嗎 這個是建設中 佛山地鐵三個市 建設中 即是正在建設中 這個就是規劃中 OK 可以 是的 然後你現在看到 好了 再回歸我們的項目 我們回歸我們的項目 你可以看到我們附近 會有一個經私隱為的 神學校 沒錯 沒錯 剛才那件事還沒問你 我想知道 香港人很多搭船來信德 信德碼頭過來這裏多遠 信德碼頭過來這裏 我們是十分鐘 十分鐘而已 OK的 沒有問題 沒錯 剛才你提到學校 還有甚麼特別介紹 因為如果 如果我們沒有落成本地 會籍的情況下 我們考慮的肯定就是私立學校 是的 我們考慮私立學校 這是私立嗎 沒錯 這是私立 中學、小學是甚麼學 小學、初中 小學和初中 這是私立 沒錯 那就可以了 私校就 給你一次考試就行了 對 因為我們這裏 例如說 它基本上是遙豪為主 明白 對 遙豪為主 所以一年和一年的政策 都會一年 好 好 看你的沙盤 好 主角出場 現在接下來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壽樓中心在這裏 是的 我們的壽樓中心在這裏 我們整體 看到壽樓中心的大門口 是一個很有氣派的門口 這裏我看過公園 即是剛才你說的六島 就是這個 沒錯 很英俊 沒錯 接著那個河 這裏是華僑城 桂冠海 一跨過來就是華僑城 華僑城 這是桂冠海 其實這是鹹水還是淡水 這是桂冠海 這是淡水 淡水 其實是海 對 現在這幾棟最美的位置 全都沒有華僑城 因為基本上來說 我們可以定位 3號樓是我們頂攻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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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中間 沒錯 因為接著下來 會是3號樓 5號樓 6號樓 即是現在開賣3號樓 對 我們首先 首推來說是3號樓 首推3號 5號 OK 接著6號樓便會遲一點 再加賣3號樓 3號有甚麼回應 3號樓我們這裡有105方 105 沒錯 105就在我們這個位置 OK 在這個位置 看來源 105也要 沒錯 現在是南向單位 南向單位 看來源 前排這裡是142 後排是105 然後我們6號樓 後排這裡是105 前排這裡是127 6號樓 即是要買細積 是 你可以 到後面 有120多 就是第6號樓 你可以以為 我們105號樓 全部都是看元林單位 105號樓 全部看元林單位 沒錯 元林單位 基本上我們整個小區 來講 整個小區來說 是半圍合適的 所以基本上 整個元林的話 是完全沒有遮擋 不要緊 我們講了這邊 再講那邊 OK 那如果我要看 我要看何的 有幾多 有什麼積的弧形 142 和127 和127 但是127 就要等到第6 動開才有 沒錯 如果OK的140 就第5第6 第三和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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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127 就要去到第6號樓 OK 多少房 這裡 140 140說 三房 加一房 三加一房 幾個廁所 三加一房 兩個廁所 兩次 主位 南北通 南北通 OK 沒有問題 沒錯 你們帶裝修 沒錯 帶裝修 然後我們都有 中央空調配備 OK 我想知道 現在兩個車 一個向這邊 一個向這邊 景觀望河 和望華橋城 有什麼分別 其實 基本上來說 我們這兩個 你可以看到 都是斜的 斜的來說 其實是沒有區別 因為我們華橋城 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OK 所以基本上 它的斜度 大概是45度左右 所以來說 基本上 都是看到 中落海岸 好 我會叫韓伯斯 飛上去這個位 拍給大家看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它的方向很重要 景觀有些不同 雖然都是英俊的 但是 百貨百客 好 我們看看你後面 看看圓景 因為我看你圓景 好像都OK 圓景又向這邊 是嗎 沒錯 你現在看到這些 好像我們 3號樓 5號樓 6號樓 100來5方 可以看到的 圓林 基本上 我們這些半合式 圓林 那你三棟向圓林 三棟向圓林 不錯 樓居很遠 對 所以我們自己圓公來說 我們都已經 很多都看得到 三棟 那些觀眾都完全不在島 因為看了泳池 看了水景 沒錯 所以我們的圓林 最主有三大景 你首先看到的 二養景 是 還有天水景 還有催學景 OK 二養景的話 就是老人家 一人行的地方 沒錯 然後你看到天水景 我們基本上是七百多房的泳池 因為享受一個酒店式的風帕 景觀 更漂亮 是的 然後你看到我們的催學景的話 催學景的話 就是兒童 兒童的 六區 基本上 我們是以一個 New Home的主題 主題 主題 那那個是甚麼 四哥那個 你看到這個 是我們的售流中心 售流中心 以後那個是甚麼 以後都是我們家裡的入門 入戶大門口 OK 不是會所那些東西 不是 OK 因為你看到我們這裡 朝廣場位置 已經是 一個入戶大堂 然後我們進來 這裡 基本上就是 一個入門 入門口 一個識別系統 OK 是 你的密度 都不高 一二三四 因為我們最寬 最寬的距離 你可以看到 一百一十五米 是的 所以你看到 你見到 間距是很寬敞的 前後間距 左右間距 第六棟 這邊也有一條河 這是甚麼河 這是我們一個規劃 規劃河 規劃河 市政規劃河 是市政規劃河 暫時這一條河 暫時是沒有補體 還未製造的 還未製造的 在這裏開滑 現在暫時的工程是在開滑 好 看樣板房 是的 接著往這邊去看 看樣板間 我們看多大 這個 這個是一百零五科 一百零五科 看值一點 好 我先說說我們的門 好 因為你看到我們的門 是用飛利普的 四合一的電子門 是以天門所禮的 嘩 你看到中間 鋼板 是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 這些門都是用得很足的 接著 接下來我們這裏 這裏這個場 這裏這個場位 因為現在暫時沒有做到一個演示 因為我們大概一米一 有一個重力勾在這裏 到時候你回家 如果你拿著很重的東西 或一些菜畫 你可以先掛在這裏 然後你就再做開滑 這個動作 是的 接著進去看看 好 然後你看 人殺人海 是的 沒錯 因為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門櫃 都是標配交配 全部交配 沒錯 因為基本上 交符 不是交配 交符 全部交符 這裏現在你進入門口 看到的這些鞋櫃 都是一個交符標準 OK 接著你可以看到 裡面是可調節 嘩 是的 挺穿我的西裝 哈哈 所以基本上 你這些門櫃 是可調節為主 還有這裏有個 鋼管 還有那些插口 有USB 沒錯 你進入門口 你鎖匙 你都可以放在這個空間 很細心 還有石面 有塊石面 好 看看廚房 接著來到我們的廚房 很大的廚房入口 生活陽台 是的 你介紹 因為這樣 我們這個廚房 因為廣東這邊 很少項目會做到 有一個 非丟的冷靶系統 因為這件事 重點說 就是 如果你在煮化過程裏 會產生很多熱鬧 熱氣 所以我們使用非丟的設備 它會作為一個冷卻 冷卻來廚房的溫度 冷卻溫度 不單止抽氣 沒錯 廚房也會開心一點 OK 而且不會太熱 不用太熱 對 因為廣東來說 夏天會非常濕熱 明白 三店九包全 沒錯 方態 對 科納 對 也是消毒機 對 還有 因為1805方消毒機 是沒有的 1805方消毒機 是沒有消毒機的 各位觀眾 記住 沒錯 沒有 沒有 沒有消毒機 因為沒有消毒機 對 生活樣台有多大 是的 這個生活樣台大概接近 接近兩個方 因為這個是計一半面積 計一半面積 對 所以準確來說 你這個進繩位是一米五 也夠用 是 雪櫃 只可以放一個單門 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 雪櫃 這個水龍頭 是否跟這隻 是跟火辣 這隻是火辣 火辣 旗下的產品 OK 好 燙門 拉門 吊頂門 還有這個 大家 這個是 是 拉絲鋼 是鋁質 鋁材質 鋁材質 表面做了木紋 帥哥很多 什麼探測頭 這個是燃氣探測安全系統 因為 太熱了 火辣 不是 因為最主要是預防 預防這個燃氣洩鬧 燃氣洩鬧 是的 我沒有記事 如果到達了一個程度 它會自動關閉閥門 即是那些煲孔粥 沒錯 香港新聞經常都會有些 是的 對 沒有老婆 忘記關火 插個電流 這個 插個電流 插個電流 包起來嗎 這塊包起來嗎 這塊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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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大廳 你的冷氣槽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們的中央空調 這個盤是中央空調 沒錯 我們所有護人都是配備中央空調 很帥 可以拍一拍 管理費多少是中央空調 會不會貴一點 我們現在的管理費是兩元七 兩元七 兩元七 不貴 對 兩元七 那中央空調 其實電費是自己 對 電費也是自己的 中央空調很帥 不用掛部機器 對 那天花是否跟這個 是 也是跟這個 吊頂天花 還有中央金屬邊 對 是金屬邊 金屬邊 我們地角線都是在金屬邊 你看到的 地角線金屬邊 是的 然後房間 等下我再看你們 還有閃避的東西在地磚 下了花 挺帥 挺高級 挺高檔 下了花 主題牆就不包 沒錯 就語教七牆 語教七牆 語教七牆 沒錯 筒燈包 這條吊頂的筒燈都有 這些就不包 這些就沒有了 這些就沒有了 這些都沒有了 還有這些安全鐘 呼叫鐘 沒錯 沒錯 還有我上次看過 她的PPT 她很乾 她有Wi-Fi Wi-Fi 叫AP 版 即是你聽房間 都有一個Wi-Fi接收器 那你不用呢 我可以按了它 關掉它 因為有些人 即是有一個橋接 我老婆那些都是的 平時她不太喜歡按 整個屋都Wi-Fi 開得那麼厲害 你可以用那裡才開得到 而且不用拆光 證明 譬如我只是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幾百印相 就是這隻 首先我看PPT 因為我做這行 我做策劃 這個很特別 因為你看到我們客廳 基本上這個開箱 就是3米8 3米8 沒錯 放完梳化還有中間很多位 好 看露台 我們的露台位置 中間是1米5 1米5 接著這裏開箱 3米8 即是這些磚都一樣 對 沒錯 很漂亮 而且它是雙托門 門很大 你看到我們這裏 隔音玻璃 是 雙層的隔音玻璃 你可以看 怎樣分別呢 基本上兩塊玻璃中間 有這條金屬 對 沒錯 這些就是雙層隔音玻璃 我欣賞你外面的露台的磚很漂亮 很多都用些很粗的磚 對 因為這個搭式會搭好一點 對 覺得好像一個廳一樣 連貫性強一點 好 先進去 這個一百零幾 就是三房兩次 一百零 三房兩次 是嗎 主鍋有一個 第一個房間 一個是共用的 實用率有多高 實用率有八成左右 八成左右 窗台就送 對 沒錯 剛才看到的所有陽台 都是計一半面 好 所以我剛才全部都計 差不多 接入三個房間 揭了一塊磚給大家看 記住大家看樓 記住 如果有窗台 要看它的磚跟得 好不好 拍下它 膠樓便會跟這隻 沈博士的秘訣 這個很好 連這個窗台也放了磚 多數都是下雨膠漆 下雨 有時滑 漏進來抹是很乾淨 都是磚來的 因為這個飄台 大概是2.5個方道 2.5個方道 這個是全震送 是呀 最開心的 我香港人來買樓這些 地板是這樣的色 複合地板 複合地板 多漂亮 你看到這條 也是我們交流標準 都是跟回複合地板的木紋色 還有門框到頂 門框到頂 挺英俊的 樓底多高 標準來說是3米 但是呢 因為加上這裏 做了一些吊頂 做了一些吊頂 還有你本身的一些刮索 還有一些夾塵 還有地板來說 加上地板的厚度 就是2米8度 2米8度 沒問題 好 到洗手間 咦 做甚麼 去廁所嗎 老闆 進來 進來 我們示範 兩父子一起洗澡 夠大了 我幫你擦背 幫你擦背 應該是你爸爸做的 OK 洗手間看看 淋浴可以的 有窗的 有一個乾濕分離的位置 這個桌面石很帥 還有桌面石也做過來 那這裡呢 這裡應該也要說 這個位置就是飛鑑錶 對 對不起 飛鑑錶錶 因為我第一次拍 上面的鏡桂 很帥 漂亮 沒錯 有這些燈帶 這些是跟著的 這些開始有香港質素 以前很少 以前發展膠樓 有燈帶很少 其實有燈帶比較漂亮 現在很多都會開始接近做到這些 是的 你說真的做到櫃 或者怎樣實成 可能會相對會少一點 因為這個收納性會高 這些都是交流的 這些已經是香港風格 你好 一個廁所 另外移動房 這個自己封窗 這個 我這篇巨蛋和你們說說 是 你說說 你是主角 不好意思 你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1805房 震送的房間 震送的房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從這條帶開始 到時候交流的時候 這裡是一幅牆 交流是一幅牆 沒錯 沒錯 好了 每個頭過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幅牆以外 這個位置就是震送的 震送的 沒錯 因為這裡是屬於一個 其實是露台的 是露台的 露台的 所以這裡的震送 露台來說 是露台一半的露台 所以這個震送面積 我當時計算過 已經有三個方 到四個方 這是一半面積的計算方式 沒錯 因為你看到這裡的窗台 這個位置 這個落地窗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只有欄杆 其實就是一個露台 沒錯 就是一個露台 就是這裡一個房間 一個露台 如果大家要變成這樣 自己要搞了 沒錯 這裡就要打一打 這裡就要 打一打 自己去整 還是給你們發展商可以整 這個暫時代定 對 這個暫時代定 這個房間 我只是說 都是以你們自己去整為主 沒錯 即是你交的時候 應該如無以後 都是這樣交付給我們 沒錯 沒錯 這個房間 有些特別就是 我們這裡 長體以來 裡面 都是做了雨絞七處 這裡的 中央空條 出風口 我們都會做好一個簡易的裝飾 因為到時候 要按照你們客戶的要求 和業主的要求 去做一個風格 方便做過去 對 做一個風格 自己可能做一個風格 總之這間房間 有一半是送的 對 然後你看到外面 外面 不是雨膠七 外面就不是雨膠七 是你外場的 彈性套料 彈性套料 但不過都是白色 都是白色 然後地板 日本人 指建用木曼地礁 木曼地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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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好 這是我們的主任房 這是我們的主任房 先看看我們的廁所 厕所都是光ashi 鈴玉 窗 馬桶 一样,这个不…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好,放入房间 贵就不包了 这些就肯定不包了 不包了 因为你看到这些贵的 你基本上都要订造 你这个有空中百叶窗包吗 嗯,主任房这些有 主任房有 OK 没错,没错 知道怎样用,阿竹 阿竹示范,真聪明 现在见识多了很多 香港有没有 香港我看桌子也没见过 不辛苦,我看不到 好 挺有型 一只窗也有 大小窗也有了 三只窗也有了 基本上来说 我们这里所有的单位 都是用中间玻璃的 这个是表配的 就不用说了 好 是的 因为这些白叶窗 你看到这些白叶窗 基本上就是 英俊 我最喜欢自爱 又简单又干净 对吧 这个标枪 这个窗台 那边都有位 是的,这个标台 是接近三个方 三个方 对,三个方 好 好了,趁这袋 外面有很多人 这个单位卖多少钱 大概 一百零五方 它的具体均价 两万一左右 两万一左右 即是两百多万 差不多 两百多万 那当然楼层越高 就肯定越贵了 因为景观会看得越来越漂亮 OK 信德是佛山 差不多了 哈哈 不过我喜欢新区 我反而喜欢新区 好,看个大点的会议 好,好 我这边出去 好,太快了 了 好 O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